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再来攻击再小的一座桥 再小的一个捷运站都可以拿来 接下来要所谓攻击一宴堂的把柄 快横准亮哥最了解民营党的战术策略 我觉得你要比照炎光盒模式 是很困难的 因为的话那是单独的选举 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地方在选 年底是所有的县市都在改选 而且议员也在选 所以你光是焦点 你就不可能聚焦一个地方 所以我随便讲 比如说你要聚焦台中 因为电视的新闻的时间 跟政论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你不可能都只打一个地方 人家说你是要干嘛 你这个政论节目是不是 明显不公于谁 你知道吗 地方也不在乎 不 可是很难这样打 因为每个地方的县市民众 他只关心他的地方 你都只打台中 我关心我的台北市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当然就是 巧欣讲到的 就是严寡他比较口拙 他比较不善于做文宣战 比如说他就很少反手去打 林静怡 所以到最后 而且是所有人围着他打 当然卢秀恩绝对不是 就是以下挨打的一个对象 而且这种打法也要看 你打的东西是不是打到位 我举例了 比如说侯友宜在2018年 文化大学那个校舍打了多久 有用吗 不是没用 是打的人直接落选 不是 所以我就说 所以我说不是说你打了 就一定得分你知道吧 所以我是觉得 还是要看议题的性质 比如说严寡人 因为他延烧下来的两个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比如说相关的社会住宅的用地 或者是捷音站的设置 这个我觉得卢秀恩要回答并不难 那严寡人他们家是不是违建 国有财产所还在说要去 探刊不是吗 然后说你市府怎么不派人来 那卢秀恩也说 说我们先交给杀戮区 那那个公文还在走 我不认为他会回避这种问题 所以我认为 我目前看到了所有 已经被打的资料 我觉得宜兰是比较严重 因为宜兰有收押 那个建设局的代理处长 所以检方不会随便这样做 而且三十路到各个地方去搜索 当然你刚刚讲的那个我也同意 就是很少说在搜索的时候有照片 照片可以被公布 公开然后媒体拍 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可是他搜到 然后还搜押人 然后分别用五万到十万交保 我认为他手上是有东西的 那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案子 只是说现在县长本人是无保请 对 不一定扯得到县长 也许就是到处长 可是还是对你会有一定的伤害 对 或是是纯本 接下来才有用 对 可是台中 我认为到目前还是在口水阶段 看来有没有可能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攻势 就像你讲的各县市很多 所以一早就先打 我知道 可是你要看对手是谁 有的对手比你还厉害 你打他搞不好你受伤 政治不是先出嘴了就赢 不是这样的 你要看你的对手是谁 是 因为刚刚讲到司法 有一位民进党的议员 他就被判了重刑 而且很重 因为像这样子的所谓贪污之罪条例 用助理费有点诈领的味道的 现在已经被法院认定了 被认定为法院在他助理费 是有诈领的嫌疑的时候 很少判到九年这么重 一般来讲 有的还甚至缓刑 有的是比较轻的一颗罚金等等 可是王淑慧民进党的议员 却被新北市的议员 却被重判了九年之久 算是非常非常重 这个是当初 蔡英文总统力挺的议员 他在法庭上讲了什么 法院的判决书里面讲 为什么会这么重判 是因为他在这个法院答辩的过程当中 他說他子女当网军 是有在上班的 有是在工作的 可是事实上被規避 就说他其实是没有到办公室去上班 那就是把他当成是 我是就像蔡英文总统一樣 我去发派个网军而已 有什么不对 而且他说这个错就在于 蔡英文总统的司法改革失败 所以才会让我现在轮到这种地步 要去法院被判刑 他这个话就让法官认为 他不但以个民意代表的高度 去诈骗这种所谓的简单的费用 助理费用都要诈领之外 甚至欠缺反省的能力 推给司法改革 所以就给他重判判刑 我们来看看像这样的例子 现在民进党里头 居然也有这样重判的案例 綠营的策意要挺民进党 发大财 这例子所谓的网军 从王淑惠的意志来看 核心现在也是最近在司法案子里头 这两天被严格的在 包括检验当中 到了地检署搜查 约谈 持续进行当中 核心开的非自愿剖付证明 他帮助三百位产妇 乍领保费三千万 这什么意思 明明就是非自愿的 想要去剖付生产 可是可以开个证明说 你是非自愿不得已 因为身体的状况 只要有这样证明 就可以跟各个保险公司勤款 这个勤款的过程 让他保险公司 可以多付了三千万 那么像比方说 就有一位剖付产的产妇 生了双胞胎 不但爽爽就是住豪房 豪 豪 豪华的那个产房 然后还可以赚一百二十九万 哇 这前所未聞 但显然现在检方 掌握了一些资料 现在正在追查当中 那么其实这位核心执行长 苏伊宁 过去有一些记录 包括了曾经有一领健保费 一千五百万的问题 那么当时就 他认罪之后还起诉 那么包括了打疫苗 当时记得吗 他高声的呛科文哲 他说我很后悔 当初投给克文哲 这个苏伊宁就说 我不会原谅我自己 想不到我在 投给克文哲之后 我的诊所居然 因为这个特选疫苗 被追查 被发现 他非常的愤怒 这个呛响的画面 大家印象仍然非常深刻 但我们再来看看 其实在当初过程当中 包括台北市一些地方的基层 就说了 无论如何 苏伊宁是这么的挺公投 四个不同意 但是对台北市政府来讲 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来源 只要核心有任何请求 几乎都不敢不听 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甚至苏伊宁的粉砖来源 这里就讲说台湾被孤立了 CPTT没有了 这就是中共跟其他同路人要的结果 不停地在帮忙做所谓四大公投 要不同意的这样的投票的意向 有时候台北市議員就说 卫生局反映 就是他们要什么都可以 核心面对的时候 压力很大 是一个特殊的事例 大家印象深刻 记忆犹新 林秉书现在还在风口抓起来 关当中没有一些新的消息 但是他不就是因为核心 这个过程当中 跟无性护理师也号称是情侣 以至于就在核心透过高嘉瑜 去跟市政府官说的结果 去打了疫苗吗 当时本来不能打的 也先抢先打了疫苗吗 或者是你看看 这个参加尤淑慧 王淑慧这个例子的这个说法 就好像过去还记得吗 陈水扁前总统被抓到 是不是有一些贪污的嫌疑的时候 他面对媒体的镜头高喊的是说 我那些钱都是用来做建国基金 建国基金的 所以只要贪污的钱 要么就来建网军 要么就是为了公共利益 是为民意长的台独价值 来做的吗 这些都合理吗 我们来听听龙介先的想法 那个王议员 王淑慧一就是说 我也是拿助理会公款 那我去做了 讲这个网军的开销 判了九年了 他言下之意就是说 蔡英文和苏贞昌 他们应该要判九年以上 拿公家的钱去养网军 他本来是想要 借着这个案例 跟法院讲说 我是穿的 我应该没事情 我就 主理会的事情 管事都有 大家都要去面对 这个制度确实是不合理 我以前对这种 助理会的案件 我也是生痛 就是 生悟痛绝 很痛恨这种 对 那不但痛绝 后来我 因为一个县市一个县 每个县市都报的时候 请求你看 我的服务处 我一个月要垫十万块以上 你知道你国家给我24万对不对 那你给我24万我请了八个助理 我必须要把这二十万我就要请八个助理 那你知道剩下就没钱了 剩下就我领了一份薪水 那我这八个人的所有的水电 行政会用办公影印纸张什么 你看看你看一个要多少钱 所以这个制度是不同的 就有一点问题 那内政部本来要修法也修了 但就没有送到行政院 也没有送到立法院 所以这个案子 我认为 但每一个法没有改以前 你上下其手中保私囊 那你就要接受司法的判决 那王毅廉他就用 因为他是民进党内部的同志 所以他很清楚 那你们 你大到八重我烧到贪用 对不对 我有用看用不用 我自己想 你都拿那个公款去赤网金 都没有事情 我也是公款 我也是拿去叫网金 拿我選团 那我就要拚高檔 就一样 那生孩子这个问题 更加明显 我跟你说 前秋 你去生一个小孩 你再领一百二九万 你会吃好到社会 你会補我太太 我太太也要生你说 那这个会不会有人去捡取嘛 第二个保险公司在理赔这种死亡啊 或是分财产或是说残障的给付 他大比的像类似这个保险公司 都会在另外派人去侦查 然后派人去搜证 那当然保险公司一定给你举 给你给你举报嘛 所以这个这个叫做菜堂吃财 太可惜了 因为以前是 我们社会很信念的一个经验 你看我们 民意代表大概是社会被信任的 最后一名 那 一分是被信任的第一名 是 所以他们都是精英啊 那你这样上下起手 其实那是去吃到保险公司的钱 但是健保会 你看民进党有多少医生突生的民意代表 掏空我们的健保会 盗领健保会 对不对 你这个制度不改 然后你掏空 现在说健保会倒 那你又要跟我们涨价了 所以当民进党有权力的时候 他也不去改革 那他也不办 所以我认为说 等到国民没有政党伦理 现在他们什么都盖牌啦 你现在疫苗也盖牌 打预防针 疫情进来有没有确诊也盖牌 论文也盖牌 海购军事也盖牌 然后买这个疫苗 你们多少钱都不能全部都盖牌 他要让你知道今天几个就几个 明天几个就几个 那如果没有政党轮替 那一本论文你们三十年都看不到的 不可能看得到 如果没有政党轮替的话 小英2.0之后还可以进化 在其他的方面再来延伸影响力 我们看到王淑慧这个例子 真的很有意思 他想要推给蔡英文总统 以这个不管阿扁的模式 或者是检讨到蔡英文总统的司法改革 结果反而被重判九年 这个是适得其反 乔欣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王淑慧我们也不能以人废言 那他就讲说 他是拿335万洋网军 这个应该要查下去 说不定他是讲真的 我怎么知道 或说不定他知道 民进党的网军的其他线索 对不对 他还讲说蔡英文的司法改革失败 你要知道王淑慧他是相当资深的 民进党的议员 僵士老的辣 所以他在了民进党里面这么久 既然他认为说蔡英文的司法改革有问题 是不是出来跟大家讲一下问题 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能因为他今天诈领助理費被关 所以我们就讲说 他讲的所有东西都是假的 是 很难讲 就像是我们谈到的是这个核心 那他们平常形象很好 我有非常多的朋友 都想要去那个地方生小孩 坐月子等等 对他们医疗是非常肯定 但确实蔬惠議員讲的是没有错 那个时候为了要查林秉书 这个残忌案 因为林秉书他打的两个 他打两个都是残忌 一个就是在核心 然后一个是在台中榮總 那因为高嘉瑜先前有被爆出来说 去瞧瞧核心的相关疫苗的问题 所以他就觉得说 你林秉书打到残忌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 那核心的残忌是如何运用呢 甚至先前一开始 大家在抢疫苗的过程当中 我自己也有接到爆料是有朋友 他跑去打了这个残忌 但当时是非常非常难打到的 所以就很多人认为不公平 可是公务人员去查的时候 公务人员跟淑惠議員讲到掉眼淚 他们压力非常的大 因为他们觉得每次只要去调查 这一间医院 这一间诊所 就會有铺天盖地什么 他们觉得像网军 那也可能是很多的孕妇跟支持者 他们很喜欢这医院 所以就不满 然后去攻击他们 很多达官贵人都在这里 对 所以就造成就是说 应该是今天你要接受到政府的管理 结果没想到现在变成是 这些公务人员怕 一个诊所裡面的人 照理來說 通常都是诊所会很担心 衛生单位来稽查 要乖乖地做 该怎么做怎么做 政府是有公权力的 可是当他们网路声量大的时候 大到我们的公务员 为了要去查一个残疾 有没有合理的运用 难过到掉眼泪 他们也想查 他们也知道应该要查 他们也了解 议员叫他们查 可是去了之后 压力真的好大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的现象 整个网军的结构 然后我们整个台湾社会 舆论的各种操作的情节 我觉得就从王淑慧开始查 他说的335万 到底是什么样的网军 到底是你诈领助理费 还是网军 两个都很糟糕 但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是真相